大家好,我是安妮塔,老師 身邊這位是土耳其人,Mr. Yerfran 你好,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大家能參加土耳其文化藝術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分別有五個環節 包括地理位置、旅遊景點、 土耳其文、飲食文化和土耳其手工藝 最後一隻鏡頭會製作土耳其手工藝之一 馬賽克登工作坊 希望今次這個工作坊完成後 大家都對土耳其神秘角度有深入的了解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不知道Google對土耳其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讓我搜尋一下 咦?看上去很多圖片都是關於熱氣球的 難道土耳其只有熱氣球? 那究竟土耳其和香港相差有多遠? 如果你坐飛機的話 只需要12至13小時的直航就到 它是一個中心點 不同的國家圍繞著它 所以這個國家是一個多元化的民族色彩 土耳其三面環海 環關歐亞兩周 連接著敘利亞、喬治亞、伊朗 還有歐洲的東南部等國家 它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北邊有黑海、南邊有地中海、西邊有愛琴海 和一千年前的鄂圖曼帝國有著緊密的關係 土耳其的國旗 底色是紅色 左邊是月亮 右邊是星星 各位同學 你們知不知道土耳其的首都在哪裡呢? 嗯...伊斯坦布就聽得最多了 但原來土耳其的首都是安卡拉 記住啦 不是會被人笑的 其實中國和土耳其都有很多文化相似的地方 原來土耳其文化和中國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原因就是因為這條絲綢之路 所以這條絲綢之路真的有很多使我們文化互傳的地方 究竟什麼是絲綢之路呢?大家一起看看吧! 絲綢之路是指環關歐亞北部的商路 是西漢時期開闢了中西交流的新紀元 是由長安即現今的西安作為起點 經禁宿、信仰、道中亞、伊朗、土耳其 並且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雖然它叫絲綢之路 但它不僅是運中國的絲綢 究竟除了絲綢之外還有什麼呢? 中國傳入西方的主要商品 有絲綢、茶葉、瓷器等 而西方傳入中國的主要有橄欖油和酒類 而它也不是一條路 而是一個穿越沙嶺沙漠 而且沒有標誌的商業網絡 令到各國的市者、商人、傳教士 都可以沿著這條道路 去不停地交流和轉行一些商品貿易 也促進了東西文化、宗教思想的交流 留下了重要亦都摧殘的歷史痕跡 正正在這條絲綢之路 令到中國和土耳其有很多文化相似的地方 嗯 沒錯 就是透過絲綢之路 很多文化都是透過這段時期 傳遞到不同的國家上 例如茶 是茶 Turk語也是茶 Soy 是水 Turk語是Soy 原來有很多土耳其文 還有中文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例如是茶 土耳其文都是叫茶 好茶 and then also when you're feeling the cold and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s 凍 right? and Turkish we are telling also 凍 嗯 例如我們覺得很凍 他們土耳其人 凍的土耳其文都是凍的 also for example 油 right? Oil 油亦都一樣 Oil 油 有 嗯 沒錯 除了文化之外 還有語言上面 都有很多共通點 also cheque is the culture for example in old Chinese culture you cannot put bread down right? 嗯 Europe don't have but Turkish culture also you cannot put bread down 例如我們的食物 不會放在地下 土耳其的文化都是 他們不會把食物放在地上 also yunt right? yunt it means after die celebration yunt celebration yunt is Cantonese right? so also Turkish almost the same like after seven days after forty days has special memorandum program also Chinese have we are Muslim in Islam don't have but in Turkish culture have this after seven days after forty days 嗯 比如說有親友離世的話 他們都會有一個拜祭的儀式 跟我們中國人一樣 also Chinese people not easy be friends but when friends they have so much loyalty and they cherishable Turkish also the same not easy can be friends but when friends you just give your life they can protect you 例如土耳其人 和中國人一樣 一開始 可能未必容易成為朋友 但當成為了朋友之後 他們就會跟你分享 身邊的所有好的事物 can you share with us some of the Turkish culture for example what you like to eat? for us breakfast is important breakfast is like king food for us lunch like sherry food dinner always light one and not so heavy one 剛剛就分享了究竟 土耳其人他們吃些什麼呢 他就說原來他們 著重於早餐 一朝早的早餐 是一定要最豐富的 for us promise is important when you're promising something you must do this I hope we will go together 那我們就一齊出發去土耳其啦 HOLA 土耳其 Let's go Let's go making sure you h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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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這次會由土耳其人Lisa和Gert帶大家走運土耳其 雖然現在疫情 但這裡也有很多遊客 聖蘇菲亞青珍寺和藍色青珍寺以一個噴傳雙隔對母 雖然他們相差一千年的建築 但也是伊斯坦布的象徵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進來青珍寺要注意服飾要求 不可以露頭肩和塞 由於疫情之下已經沒有遺見借了 所以暫時用了三母定體 聖蘇菲亞青珍寺這座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建築物之一 相信在疫情前來的朋友當時還是一個博物館 這座的青珍寺前身其實是一個大教堂 就叫做蘇菲亞大教堂 當時是被第一任的土耳其總統 將這個大教堂變成博物館 將它裡面的地毯移走 但到了2020年 7月就正式將它宣布變成一個青珍寺對外開放 這座秘密通道就是通往以前惡徒曼帝國 帝王專屬祈禱的位置 在兩座的青珍寺前走過一點就到了這個托卡比皇宮博物館 在這裡是以前皇室進行一些皇室儀式 又或者是娛樂場所的地方 現在變成了博物館 又展出了大量的慈禧、官服武器、盾牌、珍貴文物 皇帝他們會在這裡開會的地方 皇帝就不會在這裡出現 但那些眾興家就會坐在這裡開會 而皇帝就會在這裡門 就會聽他們說話 下次會和大家一起乘坐土耳其熱氣球 從高空附陷土耳其的大自然奇觀 還會帶大家去到一片白茫茫的城堡 好像自身於天堂一樣的棉花堡 最後還會去到土耳其最古老也最大的市集 頂大市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